银色的月光哀伤的洒落 波光淋淋的大海温柔的一起一幅 小妖的手伸向月亮 微笑着说 没有见到她的尸体 她在我的记忆里 永远都是以着白鹤笑看着我 指着月亮对我说下个满月之日后 不管月亮殷勤缘缺 人是悲欢离合 我和你常相守 不分离 我大概真的很愚蠢 很软弱 我没有办法相信她死了 总觉得也许下个满月之日 她就会回来 小妖转过身 看向香柳 双眸清亮冷裂 香柳 我现在没有办法解掉你我的骨 神农山危机重重 清水阵也不是祥和之地 咱俩究竟谁会拖累谁 还说不定 你与其担心我拖累你 不如多担心一下自己吧 小妖走到香柳面前 挽起袖子 伸出胳膊 趁着我还能让你吸血 赶紧养好伤 别拖累了我 香柳也没客气 拖着小妖的手腕 一口咬了下去 之后的旅途 每日的清晨和傍晚 香柳会吸食一次小妖的血 有时候两人会说几句话 有时候谁都不理谁 一个抱膝坐在船头 悲伤地凝视着大海 像是在等候 一个盘膝坐在船尾 面朝大海 闭目疗伤 无喜也无忧 三日后的夜里 香柳结束了疗伤 她站起 对左耳说 谢你在我一程 左耳说 你要走了 小妖闻声回头 想要说什么 去口又闭上嘴巴 香柳说 明日 你们就会碰到黑帝派出来 搜寻小妖的人 她把一枚龙眼大小的珠子 扔给小妖 从船上跃下 落到海上 这是什么 小妖跑到船尾 举着珠子问 海徒 如果你没本事 在神龙山活下去 可以来海上 这个海徒 只是一小部分海域 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体 用不了多久 就会像水中的鱼儿一般 熟悉大海了 小妖想起来 香柳曾说过 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 有很多岛屿 有的寸草不生 有的美如幻境 我用不着这个 小妖想把珠子还给香柳 可她已经转身 踩着壁波 向着北边行去 看似闲事从容 却不过一会儿 身影就被夜色吞没 左耳看到 小妖一直凝望着 香柳消失的方向 很久后 小妖收回了目光 把海徒珠贴身藏好 对左耳说 明日清晨 我会唤醒苗圃 不要让她知道香柳来过 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香柳杀了那只信天翁妖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带着苗圃回到船上时 发现信天翁妖要杀的人是我 你杀了信天翁妖 救了我 左耳点了下头 小妖不担心左耳会露线 左耳既简单质朴 又狡诈凶残 她不是不会撒谎 只是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清晨 小妖将一直昏睡的苗圃唤醒 连睡了几日几夜 苗圃身上的伤已经好了大半 她看到小妖还活着喜极而泣 小妖正劝慰 她又看到了左耳 怒吼一声 就冲了出去 小妖大叫 自己人 自己人 苗圃不是没听到 但她太恼左耳 并没有停手 依旧攻向左耳 左耳没有还手 苗圃的两掌 结结实实地打到她身上 苗圃居然还想打 小妖严厉地说 苗圃 住手 苗圃这才停下 小妖立声说 我说了是自己人 你干什么 就算她打败了你 那是你既不如人 也不能迁怒到 想杀了她 苗圃又是羞恼 又是委屈 喊着眼泪说 我打她 不是因为她打败了我 而是 她轻薄我 左耳会轻薄姑娘 小妖十分好奇 兴致勃勃地问 她怎么轻薄你 我不能动 她在我身上嗅来嗅去 小妖明白过来 如果要解释清楚来龙去脉 势必会牵扯出背 小妖不想提起背 直接命令到 左耳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好奇纳闷 再靠着气味判断 绝不是轻薄你 不许你再介意此事 左耳以后会跟着我 你不要欺负她 她能有胆子欺负她 苗圃狠狠瞪着左耳 不说话 她是专需训练的暗卫 早见惯了各种杀人的方法 可看到左耳徒手撕裂两体天马时 还是被惊住了 她毫不怀疑 左耳杀人时 也会采用最直接 最血腥的方式 一个多时辰后 他们碰到了一艘 在搜寻小妖的船 萧萧恰在船上 看到小妖完好无损 她腿一软 跌跪在了甲板上 小妖忙上前 扶着她坐下 看她面色憔悴 抱歉地说 让你受累了 萧萧说 奴婢受点累没什么 陛下昼夜担忧小姐 不肯吃 不肯睡 小姐赶紧随奴婢回去见陛下 小妖对左耳说 我先走一步 你随着船 晚一点就能到 她又叮嘱苗仆 左耳刚到 人生地不熟 你照顾一下她 苗仆翻白眼 她一出手 全是最恶毒的招式 谁敢招惹她 小妖知道 她也就是嘴巴上恶毒 笑拍了拍她的脑袋 对左耳说 苗仆心乱嘴硬 她说什么 你别理会 跟老她就行了 萧萧驱策坐骑 带小妖赶去见黑帝 飞了半日 小妖看到大海中的一个小岛 正是那日 她和苗仆驾驭天马 逃出来时停落的岛屿 天马尸体仍在 残碎的身躯 静卧在荒草中 一地的鲜血 已经变成了黑红色的血污 一个人也不怕脏 就坐在黑红的血污中 呆呆地看着不远处的大海 她的衣服上都是泥污和乱草 完全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她头发散乱 满脸胡子拉叉 几乎看不出她的本来面貌 小妖不敢相信地走了过去 不太确信地叫 砖虚 是你吗 砖虚缓缓扭头 看到小妖 脸上闪过喜色 可立即变成了紧张 迟疑地说 小妖 是你吗 小妖走到她面前 蹲下 摸着她蓬乱的头发说 是我 天哪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是幻象 砖虚的眼眶深陷 显然几日几夜没睡 小妖心酸 猛地抱住了她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砖虚这才相信 小妖真的活着回到了她身边 失而复得 又狂喜 更多的却是惧怕 她紧紧地搂住小妖 就好像要把她牢牢锁在身边 再不丢失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已经几百年不知道惧怕为何物 可这几天 我真的很害怕 小妖扶在砖虚尖头 眼泪缓缓滑落 对不起 我错了 砖虚说 不怪你 不是你的错 是我大意了 小妖默默地流着泪 不敢告诉砖虚 那一刻 她放弃了 她忘记了一切 也忘记了砖虚 没有尽力逃生 竟然只想结束痛苦 小妖对砖虚许诺 以后我不会了 砖虚以为她是说以后绝不会再轻信别人 上当中计 砖虚拍了拍她的背 说道 我也不会给你机会再犯错误 砖虚的话中有刀光剑影 透出男性承受的沉重 小妖擦去眼泪 捂住鼻子 故作嫌弃地说 你好臭 砖虚举起胳膊闻了闻 赞同地说 是挺臭的 可我是为谁变得这么臭的 砖虚说着话 竟然要把又臭又脏的衣袖 按到小妖脸上 小妖边躲边推了一下砖虚 不想凌厉不弱的砖虚 竟然被几乎没有凌厉的小妖 推得摔倒在地上 小妖吓了一跳 赶紧去拉她 我扶你回去休息 你得吃点东西 好好睡一觉了 砖虚听而不闻 举着胳膊 依旧想把臭袖子 照到小妖脸上 小妖抓起她的袖子 贴到自己脸上 用力地吸了吸 满意了 可以去休息了吗 砖虚笑起来 终于不再闹了 小妖扶着她站起 暗卫想上前帮忙 被砖虚扫了一眼 立即又退回了暗处 小妖和砖虚乘坐云念 去了清水镇外 轩辕驻军的营地 扶着砖虚走进屋子 小妖探头探脑地四处看 砖虚说 出来得匆忙 没来得及带服饰的人 萧萧她们对我派去寻你 都累得够呛 我命她们去休息了 砖虚倒不是非要人服饰的人 可现在她这样子 小妖还真不放心她一个人 只得自己动手服饰 砖虚沐浴换衣 砖虚打了小妖的头一下 你别不乐意 本来就该你做 小妖知道自己这次错了 点的头说 我没不乐意 能伺候黑地陛下 小得深感荣幸 砖虚美好气地 在小妖脑门上谈了一下 砖虚洗完澡后 说没有胃口 不想吃饭 小妖也不敢让她骤然大吃大喝 只让她喝了小半碗西粥 又对了一点百花酿的穷姜 服侍砖虚喝下 小妖让砖虚休息 砖虚躺在榻上 迟迟不肯闭眼 小妖说 你不累吗 虽然几日夜没合眼 可一直没觉得累 洗完澡 放松下来 觉得很累 累得好像眼皮子上压了两座衫 只想合上 那你合上啊 砖虚沉默了一会儿 苦笑着说 你别笑话我 平生第一次 我竟然有点后怕 不敢睡觉 怕一觉睡醒 你又不见了 小妖心酸 推了推砖虚 让她往里睡 她又拿了一个预诊放好 脱下鞋子 让她躺下 我陪你一块睡 砖虚的手探过去 想握小妖的手 有一半上 中只是握住了小妖的一截衣袖 小妖瞅着她 笑道 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砖虚微笑着 没有说话 其实 并不像小时候 那时两人亲密无间 小妖危在她怀里 不会在两人之间留下半尺的距离 她也不会只敢握一截她的衣袖 她会搂着她 耳并撕膜间 听她哼唱歌谣 小妖说 还不闭眼睛 睡了 砖虚说 你唱首歌 小妖都长 多大人了 还要哄睡吗 说是说 却依旧哼唱了起来 熟悉的旋律中 砖虚终于在撑不住 闭上眼睛 沉沉睡去 小妖却睁着双眸 定定地看着仗顶 在告诉砖虚和不告诉砖虚之间 犹豫了很久 小妖决定了 不告诉砖虚实情 一是还没确定究竟是新月做的 还是风龙做的 或者他们二人联手做的 甚至不是没有可能 别人探听出了她和景的私事 相嫁祸给新月和风龙 二是 此事牵涉香柳和她体内的骨 这要解释起来 得把几十年前的事情重新交代一遍 砖虚从一开始就非常反对她和香柳来往 她也答应过砖虚不和香柳打交道 总是说体内的骨污足轻重 所以撒谎就是这样 如同滚雪球 只能越滚越大 砖虚从傍晚一直睡到第二日中午 迷迷糊糊醒来时 一个鲤鱼打挺坐起 眼睛还没全睁开 就扬声叫 小妖 小妖掀开帘子 探出脑袋 笑眯眯地说 你醒了 饿了吗 我已经做好吃的了 你洗漱完就可以吃了 不等她回答 小妖就缩回了脑袋 不一会儿 萧萧进来 一边服侍专须洗漱 一边详细丙奏了一遍 昨日如何寻到小妖的 专须听到苗圃也在船上时 脸色很是阴沉 萧萧小心地说 可以用饭了 都是小姐新手做的 忙了一早上 专须的眉目柔和了 穿好外袍 向外行去 刚走了两步 又回身 在镜子里打量了一番自己 看没有差错 才出了寝室 石岸上摆了六叠小菜 四宿两婚 将米同蒿 和人木耳 酸甜红菜服 拾取白鳞膜 致鞍唇 银牙烧膳丝 绿是绿 黑是黑 红是金 白是白 颜色鲜亮 分外讨喜 专须只看到 已觉得胃口大开 小妖将一碗肉糜汤饼端给专须 笑眯眯地说 今日可以多吃点 不过也不要太多 七八分饱就好了 小妖坐到她对面的石岸上 端起碗 静静用餐 专须一边吃 一边禁不住 满脸都是笑意 如果每天都能如现在一般 劳累一日后 和小妖一块吃饭 那么不管再多的劳累都会烟消云散 用完饭 小妖和萧萧一块把碗碟收了 专须打算晚上出发 赶回神农山 临走前 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小妖想做些东西晚上吃 带着苗圃在厨房忙碌 左耳坐在树下 闭着眼睛打盹 萧萧刚悄无声息地出现 左耳就睁开了眼睛 萧萧盯了左耻一眼 走到窗前 对苗圃说 陛下召见你 苗圃的脸色刹那惨白 小妖说 你先去 我会立即过去的 放心 绝不会有事 苗圃随着萧萧走进花厅 一看到专须 立即跪下 专须淡淡说 从头说起 苗圃将小妖 如何得到阴珠 如果迷倒萧萧如何打开暗道 偷了两匹天马 如何用皇帝的令牌 溜出神龙山 如何到了东海 看到一艘船 一一交代清楚 苗圃说 小姐下海后 好一会儿没回来 我决定去找小姐 刚要走 左耳 就是跟着小姐回来的那个男人 出现了 一言不发 就洗手撕裂了两匹天马 我和他打了起来 他出手非常狠毒 我打不过他 本以为要被他杀死了 没想到一尘封过 他嗅了嗅 竟然放弃了杀我 只是封了我的穴道 在我身上嗅来嗅去 我挣扎反抗 他把我敲晕了 等我再醒来时 在一艘船上 就是潇潇看到的那艘船 不是我和小姐最早看到的那艘 小姐和左耳都在船上 我问过小姐究竟怎么回事 小姐说他和左耳以前就认识 左耳杀了信天龙妖 救了他 还说左耳以后跟着他了 我觉得左耳对小姐很忠心 专须说 你认为该怎么处罚你 苗仆磕头 我没有劝阻小姐 及时奏报陛下 反而擅自帮助小姐 逃出神农山 差点诛成大错 万死难辞其咎 不敢求陛下宽恕 只求陛下赐我诉死 专须对潇潇汗手 潇潇刚准备动手 小妖走了进来 说道陛下不能处死苗仆 专须含着脸冷冷地说 公不赏何以立信 罪不乏何以立威 赏罚不明何以治国 这是不是你能插手的 小妖出去 小妖说 监听财民 请陛下听我说几句话 你说 苗仆以前是陛下的暗卫 可陛下已经把他给了我 他现在是我的侍女 也就是说 陛下是他的救主人 我才是他的新主人了 对 那他究竟是该忠于陛下这位救主 还是该忠于我这位新主 专须沉默了一瞬 说道 该忠于新主 小妖说 苗仆所作所为 都是我下的命令 他只是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 我认为 他对我很忠心 我很满意 专须看着小妖 叹了口气 神色缓和了 竟会胡搅蛮缠 小妖笑起来 哪里是胡搅蛮缠了 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 难道陛下送我侍女 不想侍女对我真正忠心吗 赏罚是要严明 可赏罚也要有道理呀 专须说 苗仆不再是合格的暗卫 倒是勉强能做你的侍女 罢了 你领她回去吧 不过 我说清楚了 你若有半分差池 我就扒了她的皮 苗仆打个寒颤 瑟缩地说 奴婢一定会保护好小姐 小妖对专须说 说起保护 倒是有件事要和你说一声 我收了个侍卫 叫佐尔 根据收到的调查 他是个杀手 以前是 以后就是我的侍卫 专须说 你先告诉我 在你失踪的几天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雇用佐尔和另一个杀手 信天翁妖杀我 但佐尔和我是顾骄 之前他不知道要杀的人是我 等发现后 自然不愿意杀我 信天翁妖还想杀我 就被佐尔杀了 我问过信天翁妖是谁雇用他们杀我 他压根没有见过雇主 完全不知道 你叫佐尔进来 我要单独问问他 佐尔以前是地下死斗场里的奴隶 常年被锁在笼子里 不善言辞 也不喜说话 对人情事故完全不懂 反正你见过就知道了 小妖领着苗圃出去 让等在门外的佐尔进去见专须 以佐尔的性子 在他眼里 专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肯定不要指望他恭敬有礼 但小妖并不担心 专须会为难佐尔 专须不是一直生长在神山上的贵族公子 他见过各种各样的苦难 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 他会理解佐尔的怪诞 也会尊重佐尔的怪诞 小妖完全可以想象 专须问佐尔时 佐尔肯定面无表情 悉言如今 一问三不知 不过 他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在刺杀小妖这件事中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 杀了苗圃 他能赚十个金贝币 希望专须不要被佐尔眼中的天价给气着了 专须压根想不到 向柳千扯了进来 所以他不会问 他只会追问信天王妖的事 佐尔只需按照小妖叫他的 不管专须问了什么 简单的说他要杀小妖 我杀他就可以了 不需要任何解释 他也做不出任何解释 大半晌后 佐尔出来 小妖问怎么样 佐尔想了想 说他很好 不当我是怪物 小妖笑着拍拍佐尔的肩膀 早和你说了 我哥哥很好的 没有说错吧 萧萧走出来 对小妖恭敬地说 陛下让小姐进去 小妖跑了进去 问道 如何 你觉得佐尔如何 专须说 佐尔是头无法驾驭的猛兽 但他会对自己认定的人 奉上全部的忠心 小妖 你真的相信他吗 小妖很严肃地说 我相信他 那让他跟着你吧 再我没有查出 是谁雇佣杀手杀你钱 你身边的确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小妖忽而想 香柳不会也是怕他再次遇到 才提醒他 为佐尔安排一条出路吧 专须看 小妖突然发起呆来 站起身 走到小妖面前 问道 在想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啊 没有 想杀我的人那么多 像木匪那样 明着来的都不敢了 只能躲在暗处 雇佣杀手了 专须说 我不相信查不出来 别害怕 像佐尔这么愣的杀手很少 一般的杀手不敢接 不管钱再多 他们也怕没命化 小妖点点头 我知道 他很清楚 如果不是专须 世间会有太多的人 想要他的命 因为专须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才只能想想 永远不敢付诸行动 专须走回岸前坐下 拿起一大文书 一边翻看 一边说 你去和苗铺他们玩一会儿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等全部处理完了 我们就回神龙山 小妖看着专须 一时没有动 她前几日熬得太狠了 即使休息了一整夜 眼眶下仍有轻盈 看着很憔悴 可从睁眼到现在 她一直没有闲过 专须抬头 怎么了 哥哥 小妖的声音有点哽咽 她转过了身 背对着专须 说道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 专须说 我会的 小妖匆匆向外行去 专须的叫声传来 小妖 小妖停住了步子 因为眼中都是泪 她没有回头 专须凝视着她的背影说 我一直都守在你的身后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你愿意回来 就会看到我 小妖擦去眼角的小 微微点了下头 掀开帘子 出了门 用过晚饭后 专须又接见了几位 当地驻军的将领 和他们谈了半个时辰左右 直到天色黑透 专须才带着小妖 乘云年返回神龙山 小妖知道 她这次为了她耽误了不少事 所以只能趁着 晚上睡觉的时间赶路 专须的云年是特别定做的 为了速度并不大 平日里就她一人乘坐 即使晚上赶路时 唐岛睡觉也还宽裕 可现在加上小妖 两个人都睡 就有些挤了 专须让小妖休息 你睡吧 我恰好要看点东西 困了时 靠着车厢秘一会儿就好了 小妖劈手夺过她手里的文卷 你躺下睡觉 我坐着就能睡 专须伸手要文卷 给我 你怎么老是和我扭着干呢 听话 乖乖睡觉 你明日回到神龙山 还有一堆事情要忙 我回去躺倒就能睡 所以你该听我的话 专须把脸板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 我真有事要做 你可别闹了 我让你睡你就睡 别的是少瞎操心 小妖问 这次我私自溜出神龙山 你就不给我点处罚 专须失效 你想我处罚你 你倒是提醒我了 的确要罚你 你想怎么罚呢 刚听闻她偷偷溜走时 不是没气的 想要好好收拾她一顿 可真发现她消失不见时 她唯一的祈求 就是她平安归来 等她回来了 她只有高兴 后怕和自责 哪里不舍得罚她 小妖用手指 比了个一点点的手势 一点点处罚 可不可以 专须故作为难地想了一想 说 好 就罚一点点 小妖说 均无戏言 专须皱着眉头 说道 我怎么觉得 又被你带进了沟里呢 惩罚就是 罚我今晚坐着睡觉 好了 谁都不许再反悔 小妖手脚麻利地 把文卷塞到抽屉里 迅速地 把挂在车顶上的 明珠灯拿下河上 车厢内陷入了黑暗 虽然她又被小妖给骗了 可专须心里没有脑 只有甜 她把一条薄毯子 搭在小妖身上 自己躺下休息 小妖 唱首歌吧 小妖哼唱起了那些 伴随她和专须长大的 古老歌谣 在低沉舒缓的哼唱声中 专须沉睡了过去 小妖闭着眼睛 仍旧随意地哼唱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旋律变成了那首踏歌 缘和世间有悲欢 缘和人生有聚散 惟愿与君 长相守 不分离 小妖的眼角 一颗颗泪珠 缓缓滑落 清晨 专须和小妖 回到神农山 专须把小妖 放在小月顶 都来不及和皇帝问安 就匆匆赶去了紫金顶 皇帝坐在廊下 静看着青山白云 面色憔悴 小妖跪在她面前 让外野担心了 皇帝没有说话 似乎在宁神考虑着什么 小妖一直跪着 跪得腿都酥麻了时 皇帝悠悠叹了一口长气 好似终于有了决定 她说道 自你失踪 专须一直守在东海 谁劝都不听 下次涉险前 先想想专须 不会再有下一次 小妖不仅和香柳做了交易 也对专须许诺过 绝不会再放弃 皇帝说 你起来 去休息吧 小妖磕了个头 起身要走 皇帝又说道 我很喜欢锦纳孩子 但不管怎么样 你和他没有缘分 他已经死了 你忘记他吧 从今往后 你安心留在神农山 专须会给你一时安稳 不妖没有吭声 低着头回了自己的屋子 人这两夜没有睡好 他很疲惫 却睡不着 配了点药喝下 才有了睡意 迷迷糊糊中 他悲伤地想 本以为再也用不着这些药 没有想到 又要开始依靠药物才能入眠了 我会以为了 为了 引楼 停